上至天文 下至地理 我是戴力刚 欢迎收看新闻龙卷风 王近平关说案到现在 马英九他有没有认知到一件事情 物极必反 他现在伤得可重啦 来看看一张照片 看到这张照片你会觉得 这两个人都是总统耶 现在呢 马英九的民调 居然比陈水扁还要低耶 在这个王近平的关说案 到现在衍生到已经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马总统的民调已经低到 比陈水扁还低了 这已经破了中华民国史上以来的 最低纪录了 可是呢 王近平院长 他玩封了马英九了 他一样稳坐那立法院院长 龙头宝座的位置 而且他可以一直坐到任期结束哦 所以在今天我们的节目里面呢 要来告诉大家什么呢 想想看 马英九真的认输了吗 没有 马英九今天下了一个更重的拳 他决定提出抗告了 傍晚五点钟的时候 用国民党全党之力来提出那抗告 真的能够打赢王近平吗 我们今天要来探讨一下 请到几位来宾 资深媒体人江中博 立刚观众朋友晚安 资深媒体人彭华干 立刚好各位晚安 资深军事评论员张有华 立刚好 大家好 台北教育大学教授庄奇名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谢寒冰 资深好 大家好 马英九他使出了七伤拳 他以为这一拳可以打伤王金平 但是这一拳打下来 自己造成了严重的内伤 可是现在这个时候 马英九决定再反击了 但是这一集能成功吗 立刚刚你刚才讲的这个呢 就是我们在武侠小说中 常看到的七伤拳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你的内功不够 你的底子不够 你要去练这个拳 你可能一练七伤 坦白讲 这次马英九跟王金平的过招 看得出来 在round one 马英九你是赢了 但是round two呢 我们很清楚知道 输了 王金平的假处分已经被裁准了 对不对 你还是得叫他王院长 对 所以这就是标准的商人三分 自商七分 我跟各位讲 你看明天十二个小时之后 这江仪化院长到了立法院 还得跟着王金平鞠躬叫院长好啊 你讲得没错啊 早上我跟了一些立委在聊天 民进党的立委明白地告诉我 他们就等着明天看江仪化鞠躬 这是不是自商七分 还有一些党代表告诉我 9月29号那天 他们就等着看好戏 到底王金平会不会到 没到 刚好在全单位上 再痛批你马英九 心胸狭窄 好 最能够显示自商七分的 当然就是民调 你刚刚已经讲了 你看看马英九的民调 满意度 执政满意度 只有9.2% 不满意高达80.5% 而不知道没一点的是10.3% 中华民国史上以来最低的记录 最低 满意度最低的记录 你知道吗 比陈水平还要低 我这边跟观众朋友讲一件事情 早上我跟一些党代表在聊天的时候 党代表跟我说 其实这份民调显示出来的 并不是说很多民众 对马英九的手段 残暴 粗糙 真的有很大的意见 倒不是 你知道他们真的最大的意见是什么吗 就是 现在国内的经济 如此的萧条 你看看股市的营业额 已经成交额 已经只剩300多亿了 很多的年轻人还在领2.2k 结果这些问题没有解决 反而你却先解决 王金平 你这样了解我的意思 这就是民调低下来的原因 我再跟各位讲一件事情 就是为什么我说 智商7分 因为你看看 倒推三天前 9月13号礼拜五当天早上 各位还记得吗 当时马英九他 不是王金平他还是因为 这个 他有申请假处分嘛 对 虽然当天早上假处分 还没有裁准 对 但是 他已经老神在在的坐在这了 你看 他胸有成竹哦 旁边柯建民 你看哦 两个翘着二郎腿 这一个 哎呦 王金平他是翘着二郎腿的 对不对 好 而柯建民呢 坐在这个位置也是翘着二郎腿的 那这里头呢 他也是翘着二郎腿的 这里头有一个没翘二郎腿的 立冈你帮我消掉一下 没翘二郎腿的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是国民党政策会的执行长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党编 他叫做林洪池 对 林洪池像个小媳妇一样 屁股才坐那个三分椅 你要晓得啊 这张照片 你会坐的坐在王金平旁边 这林洪池这样的态度 岂不是真的对王金平拱手称臣啊 你讲的没有错 这张照片透露几个玄机 第一 谁照的 我告诉各位 当天朝野协商 民进党的党团三长全到了 照这张照片呢 叫吴秉锐 他是民进党的书记长 他照这张照片很简单 他就是要给马英九看笑话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不认同的王院长老神在在坐在这 你们一直炮轰的 我们民进党党员柯建民也是好好的坐在这 偏偏你们的这个林洪池呢 却是坐三分椅板地 板凳摆明一副小媳妇的模样 而且呢 林洪池呢 在马英九的眼中很没出席的他还讲了 他说 我身为国民党的党团 我以国民党党团的身份 我还是必须叫你一声王院长 你还是继续称王 这样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 好 结果呢马英九生不生气 当然生气 因为我说实在话 民进党今天表面上都说 马英九你很阴谋 其实你民进党也好不到哪去 你一样很阴谋 因为你现在就是在看国民党内后看好戏 看到什么好戏了 马英九当天非常的熟悉 下午来个雪上加霜 因为他的假处分准了 是 我问你这时候马英九如果他真的 坦白讲血压大概飙得很高了 你知道他第一件事先把谁找来吗 谁 他当然是把国民党的秘书长 兼副主席曾永泉先叫过来 把曾永泉找来 他说 永泉啊 你也是当过国民党的党鞭啊 你们怎么这么没有政治敏感度啊 他该不会说是林洪池这样子 坐在这边的这种的态度啊 当然就是为了这个啊 为了这个啊 你要晓得当天朝野协商 国民党都拒签了 可是结果你在现场却是卑躬屈膝 照片还留了出来 我跟各位讲 他骂完了曾永泉 不但骂他没有政治敏感度 还骂说你做过党鞭 你的忠诚度在哪里 还骂曾永泉说 你是不是在两边选押宝啊 你是押我马还是押王啊 结果曾永泉被骂了一屁股灰 这个一屁股灰 结果咧回到党部 立刻他就把谁叫来骂 林洪池 把林洪池叫来骂 马英九怎么骂曾永泉 曾永泉就怎么骂林洪池 来 我再来看下一张图卡 所以也就是说曾永泉 要把这压力再释放给这个 当然啊 那马英九现在他要怎么反击呢 这就是为什么民调剩9点多 因为你们一直在内耗一直在内斗 第一他反击王金平的方式就是 我们每个礼拜一 他府院党要开五人小组会议取消 我跟各位讲 我收到的消息 不一定会不开 也许会秘密的开 你的意思是说 反正就不找王院长就对了 而顶多就曾永泉跟红秀柱来 小辣椒来 秘书厂来 好 再来 第二个马呢 在这一两天必须要跟冠例 就是他身兼国民党党主席又总统 所以他必须要跟国民党籍的委员 一起来做个座谈 这CT4的座谈里头 都没有王金平啊 等一下 这裁定书里面不是说 王金平还是国民党党员啊 第三个就是我刚才讲的 929号的全代会呢 我就不让你王金平来 什么 马英九必须要想到一件事 即使你做出这个三大抵制 但10月10号的国庆会 你还是得见到他 看看光辉10月即将到来 这个10月份的筹备会的主任委员是谁啊 王金平耶 因为他是立法院院长 马英九打出来的拳 变成了七伤拳 把自己内脏全都给伤到 可是呢 他碰到的最主要的主党是谁呢 王金平的太极拳 这太极拳一挡下来 马英九反而自己武功几乎快废掉了 而王金平这院长的位置 可以稳稳地做到2016年啊 是立冈 我觉得马英九总统 现在要考虑清楚了 你的七伤拳虽然很厉害 可是你现在遇到一个太极高手 你还不赶快变招 还继续用三道精力继续打七伤拳 让自己伤得更重 那这个对王金平 不但没有任何影响 他现在人家开始用太极拳来反击你了 比如说他第一招 就是要以柔克刚 这太极拳最基本就是以柔克刚啊 你不是封锁我参与党务吗 是啊 我一样不发脾气 我王金平说尊重主人的决定 可是呢话锋一转 问题是我党 我这些立法院的院会 我还是会参加啊 我还是一样会去主持这些东西啊 还是院长啊 还是国民党党员啊 那你国民党如果要通过这些法案 你要协商 你要找谁 还是找王金平啊 你是不是还是要找我王金平 是啊 所以你不管打出再狠的招都没有用嘛 你到最好还是要乖乖配合我嘛 所以你讲那么多干什么呢 没有意义嘛 你只把自己伤得越来越重 那再来呢 你现在看起来马英九好像打得很微猛 可是问题是 我们一般武术讲先发自人 可是蔡体元讲的是后发自人哦 我比你慢 但是我后面再来劲 然后把你封得死死的 现在王金平就用这张后发自人 为什么呢 你现在马英九的招数都出完了 我开始出招了 诶对 刚刚我们提到国庆大典 诶 谁 王金平要主持的立法院要主持嘛 是啊 对那好啦 王金平说我不会尴尬 我去啊 有什么好尴尬啊 上次的国庆大典 有沒有看到王金平啊 就坐在这 上次就这样 马英九在这儿 王金平在这儿 中间就隔一个周美青 对 那好啦 如果今年又遇到这个情况了 请教一下 没关系 中间还好有周美青在 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周美青是 通常是不太苟言笑的人 对不对 那OK 马总统 你看到王院长 你到时候会有什么表情 我们真的很期待 所以当 如果王院长起来说 诶 请总统致辞啦 这个时候 我们马总统 怎么能凑个脸上台吧 你到时候你怎么去 表现出你一国总统的泱泱之风呢 这个就让我们非常期待 然后再来呢 但是他们两个到时候 国庆上面会不会握手啊 对啊 你非握手不可吧 你不握手就很怪啊 那就看谁没风度啦 对不对 我们大家就来比较一下 那最后呢 王宁平最狠的一招叫什么 借力死力 诶 你之前马英九不是拼命放大绝招 可是你常文格斗游戏 你就知道 你大绝招放多了 你后面你就没得放了 你就完蛋了 你现在大绝招出镜了 你撤销他党籍 这是你最后一招绝招 你已经出镜了 诶 他现在 你要射销我党籍对不对 第一个全社会同情我啊 第二个我贾主分过啦 现在是换我来拿俏啦 因为我就不断的跟你混下去啊 我们就来个永结轮回啊 我可以一直做到任期结束完呢 怎么结束 其实很简单 第一个 他现在贾主分已经申请成功 猜准了嘛 这个已经通过了 对 然后现在是国民党要提出抗告 半晚五点钟 国民党已经抗告了 抗告如果失败 那当然就不用讲 就是他这个贾主分是持续下去了 王金平继续干院长了 他的院长 继续党员 对 那如果成功呢 成功 王金平我再抗告啊 王金平可以抗告 我继续抗啊 那在民事诉讼这边 确认党籍存在 如果胜诉的话 国民党上诉嘛 对 那如果败诉的话 王金平我可以继续再上诉啊 是啊 这要三审定验欸 哎呦 那这样岂不是不停的抗告 不停的上诉 不停的抗告 不停的上诉 这样子一直轮回啊 那大家就来个永结轮回 反正你来我来 你来我来 我们大家就来玩好了 那这样要多久啊 不好意思 一般正常的程序 大概2到3年 什么2到3年 是啊 那他任期到2016耶 对 他任期只剩下2年5个月 是啊 那基本上这等于 我走这个法律程序的意思就是 我大概就是肯定可以做到任期结束嘛 是啊 那你做到那个时候 你满意久了 任期也已经 其实也差不多了 也要下台了 而且我们不要忘记哦 现在你民调只剩下不到10% 他已经破全中华民国的记录了 9.2% 对 那在这种情况下 明年你的党主席还能不能保得住 是一个大问题 甚至如果你党主席保不住的话 你的总统保不保得住 其实都是个大问题